最後給大家看看樓盤兩個最強的賣點 一個就是藍頭的輕軌站 真的在部分動數旁邊 另外就是港澳直通車 是由海雅奔分城這一邊 等於是一個香港業主專車 假如你認同這個項目真是吸引的 亦都想跟加爾媽媽和蛇絲曼做鄰居 覺得想過來海雅奔分城看一看的話 歡迎聯絡我們 又或者不想這麼快過到連場這一邊 亦都可以透過我們 拿多些關於樓盤的資料 今集就來到這裡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大家好 通關之後 其實至今都已經半年多了 而港人不想消費 逐漸成為一種習慣 不知道大家 在過去一段時間裏 特別是七八月的暑假 應該是港人回內地 到底大家用哪一個關口居多呢 其實在全面通關之後 無論是連堂 羅湖口岸 羅馬洲口岸 以及深圳灣口岸 這四個關口 我都有用過了 相對你說過到最方便的 始終都是羅湖口岸的 我自己之前過羅湖口岸的時候 可能時間不算太早 又或者 並非七八月最黃金的 港人家庭過去玩的時間 所以相對都常算暢通 但對上有一次跟家人一起 在相對較早的時間 應該這麼說 就是其他的家庭 可能都在這個時間 經羅馬洲口岸的時候 就非常之擠迫 還有羅馬洲口岸 我見討論區也有人說 就是很多時候 都是要你逐個逐個 集口位 這樣過去的黑馬 對比起 有一些關口 是不需要這樣一個 一個集口 一個一個人 逐個過 是慢很多的 所以經常 無論是 出境 又或者是入境 回到香港 都好 羅馬洲口岸 都被人說 是一個過關最久的關口 當然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他過關的人 都是非常之多的 加上可能由福田口岸 過關後 去會展中心 大部分港人 吃喝玩樂的地方 都比較近 所以這個 都是他人多的原因 過過這幾個關口之後 特別是跟家人 上去消費 覺得就是深圳灣口岸一致 是我全家都認為 是最方便的關口 第一 他真的過關快很多 第二 他的黑馬 在數碼方面 坦白說 是 關口的處理方法 比較稀奇一點點 真的有個機 你輕輕掃過 就已經可以通過了 不切 逐個閘口 逐個人過 那麼麻煩的 有時候 是不是真的是 一個有效的黑馬呢 我自己也不太肯定 當然 我自己是用回有效的黑馬 反正那邊的黑馬 數碼過關 是非常快的 但是也有些人說 由於深圳灣口岸過關之後 是接近唯一一個沒有地鐵的口岸 所以雖然過關會快 但是過到那邊 你可能難免要用滴滴火車等等 當然有些人是坐大巴去其他地方的 零計 如果是要用滴滴火車 某程度上 可能增加了那個 去玩的一個成本 如果你是一加三口一加四口 可能還好 但是如果你一枝公 又或者只有兩個人的話 每次滴滴火車的確沒那麼划算 所以有些人仍然是 情願過關久一點 都堅持選一些關口 一過關就會有地鐵 因為現時深圳地鐵 去哪都方便 地鐵線路的網絡 比香港 還要繁忙 趁著這個開關的日子 你又會不會上灣區這一邊 不看靚樓 自家兄弟提供VIP 看樓安排 你想到想在哪裏看樓和買樓 想自家兄弟幫你研究 一樣可以找我們 還會和你分析 樓盤優缺點 看看是不是 切合你的需要 跟自家兄弟在灣區置業 還有無償售後服務 跟到尾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首選自家兄弟 但是我就收到最新的消息 現時 在深圳灣這一邊 雖然他沒有地鐵 但是一些巴士公司 加上商場等等 都相當懂得做 在口岸這一邊 提供三條的免費路線 接你去商場等等的地方 他有個專名的 就叫藍山消費文女專線 票價是全面的 服務時間 就會去到夜晚的九點半 他經過中途站 其實都很多港人 如果去深圳灣那邊消費 都應該認識 包括深圳灣萬象城 益田界的廣場 歡樂海岸 海上世界等等 其實益田界的廣場 也是歡樂谷 或者世界之槍 那一頭 所以你到了這個位 也是很方便你去 在西部的景點區域 去遊玩 除此之外 部分的商場 都可以直接 接駁到 這一邊的地鐵 所以本身 也都解決了 深圳灣 沒有地鐵的不足 在這裏我再詳細說 這三條路線 分別是A線 B線 C線 每天的服務時間 是由上午九點半鐘 到晚上的九點半鐘 同時也有一條循環線 上車點就是 深圳灣口岸的 A停車場 會去深圳灣萬象城 海岸城 華潤萬象天地 深圳灣口岸 A停車場 整個線路就是 這樣的一個循環線 B線路就是深圳灣口岸 A停車場 世界之窗 感受中華 歡樂海岸 紅樹灣南地鐵站 再返回深圳灣A停車場 最後C路線就是深圳灣口岸 A停車場 保能太古城 又名保能 歐市 蛇口戲院又或者蛇口老街 海上世界南 海上世界地鐵站 蛇口戲院 溪灣華府 最後返回深圳灣口岸 A停車場 如果你之前都像我一樣 喜歡就是經深圳灣口岸 去深圳灣 蛇口 那一帶去玩的話 不知道這幾條線路 合不合你 若然你之前很少經深圳灣口岸 可能也都覺得 他沒有地鐵 並不是很方便 等等 第一樣東西 他遲一點都會有地鐵 現時的站 也正在建 第二樣東西 如果之前沒有什麼過來這邊的話 我都推介你 可以過來這一邊 去看一看 消費一下 因為 深圳灣這一邊 其實對比福田的整潔程度等等 不會比他差 再對比起 比較嫩一點的 羅湖那邊 就更加理想 還有他也有很多新的商場 我相信如果你之前只是去 開福田口岸的話 其實過到深圳灣這一邊 你真的去多幾個商場 也會帶給你不同的驚喜 最後一點 也是我自己家裡的關注 就是過關夠快 不會太擠迫 不過這條線路非常新 我都沒有機會使用 如果 跟家人一起去深圳灣的話 也會專門嘗試一下 坐這條線路 看看會不會非常之擠迫 或者很多人在這裡排 今天的分享就來到這裡 有什麼要發表呢 歡迎留言說說 希望 深圳這一邊的 公交車公司 未來可以增設更多的路線 方便我們趕人回去玩的時候 有更多這些線路去承搭 影片的尾段都有一些專車 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興趣的朋友 你也可以聽聽 大家好 我們自家兄弟為了配入 通關後業務發展上的需要 已經在旺角彌敦道567號銀座廣場 增設在我們的物業展銷中心 前往的方法相當簡單 你只需要在油麻地站的A1出口 轉過來彌敦道這一邊 向太子方向走過去 約一分鐘的時間 你就已經可以來到銀座廣場 又或者你都可以選擇在旺角站E1出口 出來之後去回彌敦道這一邊 向尖沙咀方向走大概4-5分鐘 都可以直接來到銀座廣場 反正前往的方法相當簡單 而大廈也不會要求房客做額外的登記 我們就在銀座廣場的15樓 1502A室 我們誠邀里的到訪 了解更多關於大灣區的物業和資訊 如果大家是要回到內地 置業的話 可能很多時候都會考慮 有沒有點到點的交通 那麼在尾段這個時間 我為大家介紹一下幾個樓盤 都是發展商的 屋苑這裡有業主的專車 包括現在畫面所見的就是 海雅繽紛城 位處於中山南投的一個大屋苑 也有 蛇絲曼和薛家宴作為他的明星業主 本身這個項目 也已經有藍豆輕鬼站系項目的隔離 另外 現時也有業主的專車 可以直接回到香港這邊 相當貼心的服務 當然有這些專車的也不僅僅 剛剛提到的 中山海雅繽紛城才有 在坦州這邊的甘帝世紀城 其實他也有去港珠澳口岸這邊的專車 更加有去到香港 九龍太子這邊的專車都有 而且也是為業主而設 可以看到這些發展商對於承諾的重視 而且這些專車不是說 融融爛爛的舊車 全部都是舒適的 大巴或者旅遊巴來的 說到對承諾的重視 其實在神灣這一邊 也有一個叫遠洋繁花里的項目 他最初開賣的時候 還在剛剛留花旗的時候 已經承諾了會給業主一部 業主專車 可以去到港珠澳大橋口岸 那麼最初很多業主 都半信半言 是不是真的到入貨的時候會有呢 去到現時這一刻 從今年通關開始 在港珠澳大橋和項目這一邊 長期都有這一部的專車 是往來的 如果有幸回到內地置業 想在那邊生活或者度假 其實普通自己出行 可能滴滴都算得上方便的 但是一些長途小小 比如說回到香港 去港珠澳大橋口岸等等 這些安排 如果發展商是有自己的專車 當然你住在這些屋苑 就會理想很多 這次只是簡單為大家講講 其實有部份的一些 內地屋苑 都已經提供了這些服務 和安排 假若大家 是有興趣了解多一點 還有沒有其他的樓盤 在中山樓盤等等 都有這些的服務 有這些的專車 歡迎聯絡我們 那今集的分享 我們就來到這裡 有什麼意見發表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下條影片再見 疫情已經遠退 2023全面通關 你有沒有興趣跟我們 自家兄弟過來大灣區這邊 自家兄弟現時為客戶 度身訂做專屬行程 無論在口岸的餘約接待 又或者香港這邊直接出發 提供點到點的 提樓安排 帶你品嘗當地特色美食 盡責為你提供各個 樓管的資訊 體樓全程無壓力 讓你可以輕輕鬆鬆 選購深水單位 然後簽署應購輸一刻 我們的服務才是剛剛開始 無論你匯款 簽約代辦手續 我們都會為客戶提供貼心 而全面的協助 後續我們還會提供 自家兄弟的專屬管家服務 由買樓 收樓 驗樓 到單位的軟裝精裝設計 以至是訂製家師服務 自家兄弟都能夠為你一一辦到 可以和你一起選購 裝修建材 以至是單位裏面每一個細小的組件 更有提供資訊豐富的網上平台 讓你自主了解各個樓盤的詳盡資訊 無論是市場熱華 獨家折扣 熱賣靚盤 我們都第一時間通知你 我們承邀你跟我們到灣區各個城市 選購你的深水單位 專屬訂製路線 考察可以天天出發 灣區的生活有多美好 等自家兄弟帶你來了解一下 大灣區自住投資哪裏好 找自家兄弟幫手 無論是市場熱華 熱賣靚盤 獨家折扣 我們都第一時間通知你 自家大灣區 VIP體樓安排 專車接送 為你服務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首算自家兄弟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的 可以現在訂閱按旁邊的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下條影片見 拜拜